因應努力存在觀光臨頂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特別在存在進行來舉辦到交通所得記者會 要向到國家來說明到存在交通的配套蓄施 在台南市長恩惠帝 除了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公共運輸 我歡迎大家來台南走出 為了要讓大家在過年時 來台南都有一個良好的交通環境 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卻對存在的價值 一定交通俗德以及相關配合施施 這樣也會有好搜尋過年期間的交通問題 那每年到了農曆春節 台南市就是會吸引很多 這個不管是市民或者是全國的鄉親來台南走出 所以交通局的巡往例 我們就會在春節前 就是提供我們相關的交通旅運資訊 那包含三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交通輸運的動線 那我們盤點了十二大的景點 那每一個景點的這個詳細的行車動線 都有在網站上也有提供折頁 那希望這個就是提供給相關用路人 這個如何到達的資訊 交通局給台南第一名經驗的交通主信作政策 那是互相可以去各國的貨物區來收取 也可以透過台南市政府交通局的網站 那些是說下載台南好行的APP 可以馬上來了解交通的狀況 那第二部分是我們盤點的停車場的隔位 那這十二大景點我們盤點出這個 停車場的這個隔位的資訊之外呢 我們也鼓勵這名朋友 或者是其他全國的各地的鄉親 可以下載我們台南好庭的APP 那我們可以即時告訴大家 在路邊跟路外的停車格的資訊 那另外我們也提供了搭乘公共運輸的方式 那我們也鼓勵這個所有的這個遊客呢 可以多多使用公共運輸 那可以免去這個尋找車位 跟自行開車的這個新郎 那尤其在春節期間人流是由北往南流 所以在南部 事實上的交通輸運量是比較大的 那總之我們一個 春節輸運的一個原則跟目標就是 不管你是路過不管你是經過 不管是你還停留過 都要讓大家好過 來台南希望說大家能夠有一個 這個防疫健康有 但是不要塞在路上 不要路這個無端被脫掉 市府團隊中春節期間的行車路 刷造上市的規劃 目的是要讓大家來台南都可以 好好享受春節的價值 市長也要讓大家多多利用公共運輸 也能夠備免搭乘的進行 記者陳映西政府 蔡宏博德